好 这里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保守力这个名词 保守力它其实是单译过来的 它的保守是这个字conservative conservative它是守恒的意思 那false就是力 那我们前面其实已经有介绍重力和弹力了 重力如果你有一个轨道 轨道如果是没有什么摩擦力的 让你的球在这个轨道左右滑来滑去 它如果真的没有摩擦力 没有空气阻力 只有重力在做弓 那它就感觉会一直持续下去 在上坡的时候重力做复弓 那物体减慢 可是又下坡的时候重力又做正弓 物体又加快 然后又上坡的时候物体又减慢 下坡的时候物体又加快 那如果真的只有重力在做弓 你就会觉得它好像是一直 永无止境的一直动下去 那这种特性就是有点像守恒的感觉 那重力才可以这样子 重力它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性质 它可以不管它的路径 走任何一个路径 只要到达同一个终点 那它的做弓都是一样多 像是这个我们之前也提过了 所以重力它是属于一种保守力 像这样的这种力呢 我们就会说可以用卫能来表示它 因为它只跟起点终点有关 所以才可以定义一个 只跟位置有关的能量 跟路径无关的能量 那就是卫能 那第二个之前也介绍的弹力 弹力其实也是一样 弹力它的做工呢 也是跟你的路径无关 怎么说呢 我们下面这里有画 三个弹簧的状态 中间这个是圆长度 那一号是压缩的 二号是拉长的 那我们从零到一 这个过程的做工呢 和从零到二再到一 其实弹力的做工会一样 因为弹力的做工就是只有 看它的伸长量嘛 你如果把它先拉到二 你把它拉到二了 那 其实 把它拉到二了 这个过程中是 弹力会是做什么工 做复工嘛 因为你把它拉长 那弹力就是做 跟你的运动方向相反 它就做复工 所以你这边的弹力 就做复工 可是啊 你从二又回到零 对不对 你要到一之前 你一定要回到零 那到回到零的时候 弹力又做正工 那这两个刚好就抵消 那这两个刚好抵消 所以结果你再从零到一 那就跟你直接从零到一 是一样的 所以弹力的做工呢 也是跟路径无关 你先到二 再回到零 再到一 跟你直接到 跟你直接从零到一 会是得到一样的做工啊 所以弹力的做工也是 只跟它的位置 它相对于平衡点 相对于圆长度的位置 有关而已 它跟路径无关 所以弹力也是一种保守力 那更进一步的定义是 保守力沿着封闭的路径 做工是零 好 这个也是保守力的一个 严格的定义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斜坡 从A滚到B 再到C 再到猪 从A到B的时候 重力是做正工嘛 因为它往下滑 然后从B到C的时候 重力不做工 对不对 我们写清楚一点 A到B的话 重力的做工大于零 B到C的话 重力的做工等于零 然后C到猪的话 往上爬 重力扯后腿 重力的做工小于零 然后从猪到A 重力的做工 等于零 那么因为A到B 和C到猪 其实高度是一样的 高度差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也是 这两个也是消掉 所以倒一圈回来 它从A到B 再到C 到猪 再回到A的话 倒一圈 重力的做工就会是零 这就是沿着封闭路径 做工为零的意思 那弹力当然也是 像我们刚刚是 从零到二 到零到一 那其实你也可以 零到二 到零 到一 到零 反正 到零之后 就形成一个封闭路径 那很明显的 你拉长弹簧 是弹力是做复工 储存弹力未能 可是你让它缩回去了以后 回到原厂 它弹性未能就释放出来 所以它其实最后 总共的做工还是零 所以这两个定义 保守力的做工跟路径无关 以及保守力沿着封闭路径 做工为零 只要符合这两种条件的力 都是属于保守力 那在高中阶段 我们会遇到的保守力 就只有三个 重力 也就是万有引力 以及弹簧力 以及最后一个是静电力 但这个我们目前比较 不会遇到 等到高三可能比较会用到 静电力它的形式 跟重力长得非常类似 所以它们其实有 类似的行为 重力是一个保守力 静电力其实也是 好 那保守力的介绍到这边 那我们还有非保守力 那很简单 除了这三个以外的 除了这三个以外的 都叫做非保守力 那非保守力是有什么用呢 首先我们先回忆一下 我们前面常常讲到说 如果只有重力做工的话 力学能守恒 如果只有剩下弹力做工的话 那力学能守恒 那事实上 这边我们就可以拓展成 若合力做工 紧保守力做工 那就会立学能守恒 那就会立学能守恒 而且写成四值的话 是这样子的 保守力的做工 就会等于负的未能变化 好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重力未能 它是重力做工的相反 然后或是弹力未能 弹力未能变化 也是弹力做工的相反 那我们今天就把弹力和重力呢 都归于保守力 保守力的做工呢 就是未能变化的相反 好 那接下来就要介绍非保守力了 假如说今天有一个物体啊 那它如果有受到好多个力 那好多个力最后让它有位移 那这几个力可能就有对它有做工 这是位移珠 然后呢 它可能受到了重力啊 然后弹力啊 还有静电力啊 然后还有别的 比如说空气阻力啊 那空气阻力 这个就是非保守力了 那我们用个不同的颜色好了 那也许还有摩擦力啊 它可能是在一个表面上摩擦啊 那诸如此类 这个物体它可以受到好多个力 那最后呢 它就会有受到一个合力 就把这些力全部加总 它有一个合力嘛 那它的合力做工 这个例子里面的合力做工 就会等于这个物体的动能变化 这是功能 做工与动能的关系 可是这个合力做工 今天可以拆成两个部分哦 第一个就是保守力的部分做工 保守力的做工 以及其他种类的力的做工 那么保守力的做工呢 根据我们刚刚所说的 它又可以看成是未能变化的负值 所以结果整理以后 我们把它移上来一点好了 整理以后呢 你就可以变成非保守力的做工 就会是动能变化加未能变化 好 非保守力的做工就是我们的力 这些非保守的合力 然后去跟位移做内积 那这一项如果不是零 那你就会得到动能的变化 加未能的变化 就不会是等于零 这样就是力学能有变化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说如果只有保守力做工 那力学能就不会变化 就是守恒 那反过来说 如果不只有保守力做工 而有非保守力做工 那力学能就会因为非保守力而有变化 那如果说这一项是等于零的话 那就是动能变化 加未能变化 会是等于零 这样就做力学能守恒 所以呢 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啊 其实 其实只有很接近的力学能守恒 没有完美的力学能守恒 因为总是会有非保守力做工 比如说摩擦力 空气阻力 其实都蛮无所不在的 不容易说把这些力完全的去掉 所以其实我们比较少会看到说 真的有一个东西 它可以永远的动下去 那顶多就是它可以动很久 它可以自己在那边动很久的话 通常就是一个很接近力学能守恒的情况 当然是不是有插电 不要有插电 没有外界的能量供应 也没有说电池里面的能量跑出来 没有电能 自己靠重力啊或是弹簧啊 在那边盪很久 那通常就是比较接近于力学能守恒 但是我们很难去真的把空气阻力 以及摩擦力去除 所以它最终还是会慢慢的消耗掉 它的力学能 最后会停下来 好 所以重点呢 总结 当我们如果只有保守力在做工的时候 那么力学能就守恒 那 如果有非保守力做工的话 力学能就会有变化 有可能是变多 也有可能是变少 那什么是保守力呢 在高中阶段 就是重力 弹力 静电力